今天張委員在請你問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很尷尬 這樣的尷尬在這兩個月以來 很多場合我想你都有 大概都出現在你的治理行間 對不對 部長 你要不要站起來一下 陳旭發言 陳旭發言 這個 因為剛剛黃昭盛委員 提到昨天 我要特別在這裡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昨天我為什麼認為說讓院長在台下休息就好 因為我看到我前面一個委員 吳智陽委員 他準備很充分 然後他問了這個運動產業化 文化產業化的問題 我真的很仔細聆聽 結果 院長很好很好我們研究 最後我發現院長只能答應一件事情 就是3月19號去看棒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情都已經不是他可以決定 大家知道嗎 很多事情 這個長期發展的方向 稅務的調整 這些都是 未來 都不是在這個空窗期可以決定 所以昨天我 我因為看了那樣的現象 我發現院長只能 只能回答要不要去看棒球 所以我上去的時候 我說 這個院長您 我用台語 昨天是不是有些媒體台語聽不太清楚 我說 是不是請 您做 我說民主政治這樣子 依讓而生 下而應 那你卸任之後 我請他吃飯喝酒 因為我覺得 張院長 這個做人也還不錯 但是在這個空窗期 我要問的問題 他真的也沒什麼辦法回答 而且同一個時間 還是小英在宣布 這隔回人選 我想在那樣的情況 其實我 我因為這樣的感想 我也其實也呼籲 我們有的總質詢 我呼籲 當然我不能剝奪其他委員的權利 但是我覺得總質詢 一開始我們其實曾經想過 這個有些資深的 或者大家都不要再質詢了 我再次呼籲 是不是總質詢 有的委員可以不要再質詢了 我們趕快進入 這個法案的審議 這個不要大家在 在議場上 整個國家 行政團隊也好 或者是立委也好 這個大家好像在看一場秀 有的說是處女秀 然後大家 這個行政團隊 嗯啊啊 其實也沒有辦法做什麼決定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在立法院上演的大戲 已經兩個 已經兩個月 這個是我昨天 這個是我昨天這個立論 但是剛剛黃昭順委員 趁我不在 趁我不在 拿了一些 他完全不知道事實 在這裡 所以我要特別 這個 跟主席講一下 這個 其實 所以 我也知道 為什麼主席可以讓部長離開 應該也沒有不幸的意思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部長請假嘛 他有跟我請假 也沒有不幸的意思嘛 很尊敬他 那過去我們審這個部長可以離開嗎 當然不是嘛 有些時空條件 大家看說現在怎麼樣運作最好 好了以上 好 我跟各位報告 那個部長是禮拜一的下班的時候嘛 那跟我請假 那他說他今天有要工 那我整座法案審查的情況就準假 沒有沒有任何這個 完全部長知道了 好 這個 接下來莊瑞雄委員 謝謝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 我請 內政部 陳部長 我們 中選會啊 這個 劉主委 陳委員好 柏定 是 張委員好 是 主委員 柏定過來 是 我聽了一些答詢 我都有點想法了 其實